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永历六年 孙可望 李定国收复桂林 将陈汪父父子包皮宣草 传世各处 以警校友 御使李如月认为 孙可望善杀君将无人臣礼 在永历皇帝面前参了一本 永历帝却不愿因为这些小事 跟孙可望闹不愉快 于是 下令将李如月打了四十大板 打算稀释宁人 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李如月参孙可望的事情 还是传到了孙可望的耳朵里 愤怒的孙可望将李如月诸拿下语 也要让这位御使长长包皮的滋味 当包皮所用的石灰和稻草 摆在李如月的面前后 李如月大怒说 瞎眼的杂种 这草猪猪之文章 节节是中长 随即 孙可望命人将大声咒骂的李如月强按在地 从脊椎处开始进行包皮酷刑 当李如月的人皮被包到膝盖处时 李如月大呼 死得痛快 浑身清凉 仍在不断咒骂孙可望 当进行道脖颈处时 李如月终于弃绝身亡 随即 李如月的皮囊被填进稻草 传世四方 包皮宣草本是朱元璋用于震慑贪官污吏的一种手段 没想到 却被孙可望学了去 用来残害忠良 李如月虽是一件书生 但其蒸蒸铁骨 硬死不屈 绝对当得上好看的二字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